RTX3070 30系主流价位的中流抵柱总算是登场了 这张定价3899元的中高端显卡 号称能干掉上一代旗舰2080Ti 实际上它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今天我们拿到了NB公版的RTX3070 赶紧来看看吧! RTX3070的FE公版 外观上仍然是继承了3080和3090的设计语言 简约而干练 典型的北欧性冷淡风格 但是比起RTX3080 这张3070的体型着实小了很多 长度仅24厘米 标志性的抽风风扇也被去除了 散热结构更加传统 不过背面的镂空仍然得到了保留 直穿旗片的通透风道也会对散热有所帮助 与此同时 公版的3070仍然采用了12PIN供电 附赠一根12转单发的转机线 那么接下来观众朋友们应该很熟悉我们的流程了 是不是应该拆卡了对吧? 公版3070这个拆解难度并不高 准备好T6和T8梅花螺丝刀就可以动手了 咱们拆下来先看看散热器吧! 3070的公版用的是一个三热管的铜底散热器 尽管只有三根热管 但骑骗密度很高 对付104级别的核心应该还是够用的 待会儿可以看看它的实际散热表现 至于PCB嘛 我的感想就一个字 短! 这就是一张标准的NVIDIA网卡 懂得都懂 用料上相比3080缩了不少 但也还可以吧? 考虑到PCB这么短 它的集成度还是蛮高的 来看看我们的主角好了 这颗GA104核心 GA104是一颗中高端核心 比起3080上的GA102旗舰核心做了一定阉割 GPC总数从7个砍到了6个 并且每个GPC从12组SM缩为8组SM 显存控制器也从384位变到了256位 GA104和GA102的SM 但内部结构是相同的 这一点没有出现阉割 这颗核心 总体来说在规模上比较接近RTX2080的TU104吧 但得益于工艺的改进 它的面积仅仅和TU106差不多 就是个甜品大小嘛 你知道吗 现在就连1650都用上TU106了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GA104的晶体管密度有多高吧? 不过这3070用的还不是完整的GA104 3070总共具备5888个Cuda核心 稍微阉割了两组SM 不算大刀吧 但也是一把给蚊子割包皮的刀了 感觉上面还留了个Super的空间 显存部分3070并没有使用最新的GDDR6X 而是沿用了8G GDDR6 这个容量其实不是很大 但用GDDR6并不是坏事吧 至少功耗上面不会太离谱 还有尽管3070用的是个小核心 但安培架构的各种新功能它依然是支持的 比如降低电竞延迟的reflex 还有帮助主播抠像降噪的broadcast 这些用3070也都可以实现 关于RTX3070的参数 我们也聊得差不多了 那赶紧就上机实测一下吧 先介绍一下测试平台 CPU i910900K 默频运行 主板R5G M12A 内存芝奇皇家级的32G 3600C16 硬盘明云堂的2TB NVMe 电源是R5G 1200W 先来跑个3DMark看看吧 DX11的测试Fire Strike Extreme 3070跑出了16417的图形分 和2080Ti几乎完全一致 而DX12的Time Spy 3070可以跑到13444分 甚至比2080Ti还略低了点 这个提升幅度吧 还行 但感觉没有1070那会儿的提升幅度来的大 1070那时候是直接出厂干过980Ti的 跑分是一方面 再来看看实际游戏的表现吧 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 荒野大标客就赎2 你看 3070玩大表哥的性能 似乎还是逊于2080Ti一些 不管是在各种分辨率下 都是略微落后 随着分辨率的提高 这个差距会稍微缩小一点 4K下 这张3070大概能跑到平均50帧左右了 再来看看微软模拟飞行 这是一个非常吃CPU的游戏 1080T下我们说过 CPU会出现瓶颈 所以各个显卡是拉不开差距的 而到了2K分辨率下 这个差距总算是有点拉开了 3070似乎仍然要略微逊于2080Ti 4K分辨率下 这张3070的8G显存 已经有点捉襟见肘了 平均23帧 显然谈不上流畅 接下来 这个神优化的游戏Dume Eternal 毁灭战士永恒 大的这个情况也是差不多 不管是在何种分辨率下 3070的表现都是略微低于 2080Ti的水平 4K分辨率 平均这张卡可以跑到115帧 不过在极限竞速地平线4中 3070总算是扳回一城 相比2080Ti 在各个分辨率下 3070都要高出一些 4K分辨率这张卡可以跑到平均118帧 另一个对安培优化比较好的 是一个虚幻4的游戏 星球大战绝地 3070同样也是稍优于2080Ti 在4K下这张卡可以跑到平均71.3帧 在光追游戏里面 如果像Control的话 不开光追 3070要落后2080Ti 而开了光追之后 它的表现可以打平2080Ti 德军总部的表现也和Control差不多 不开光追的情况下 3070要输给2080Ti一些 但开了光追之后就可以反超2080Ti了 而地铁离去就比较尴尬了 尽管有一定提升但就算开了光追 这3070也是打不过2080Ti了 最后死亡搁浅 3070也是在任何设定下都要逊色2080Ti一些 这游戏部分测完可能是我的预期格太高了 3070实际上并没有干翻2080Ti 只有在部分游戏 还有在开启光追之后 它才能相比2080Ti提供一些优势 大多数情况下 3070的游戏性能是要逊于2080Ti一些的 当然了 目前的驱动还只是第一版 我相信过几个月驱动完善之后 3070的表现并不会比2080Ti更差 只是老黄现阶段吹的这个牛逼 我感觉还没有完全实现 说完游戏再来看看专业性能 Adobe家的AE和P啊 这个3070好像不敌2080啊 不过根据我看到的情况 卸阶段的Adobe全家童好像对安培架构还欠优化 可能需要等待一个更新吧 达芬奇的表现同样一般般 由于3070只有8G显存 它和2080Ti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在高分辨率的项目中 3070只是能稍微比2080快一点点 看来内容创作这一部分 3070目前真的不占什么优势啊 好在3D渲染方面 3070还算比较给力 OC渲染器中 3070的效率可以稍微超过2080Ti一些 光追性能下 3070也是具备一定的优势 在Vray中 3070更是强出了2080Ti一大截 用它来跑渲染 表现还是不错的 最后工业软件的测试 3070在所有项目中 均要略微输给2080Ti一些 这个性能和它的游戏性能是比较相符的 好了 性能讲完了 再来看看温度和功耗 这颗GA104小核心果然很节能啊 烤机温度相比3080 2080Ti和2080都要更低 这还是在散热器看起来缩水的情况下呢 感觉这3070未来登陆笔记本平台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啊 功耗FE给到了220W 稍低于2080 果然只要不用GTDR6插显存 这30系卡的功耗还是能控制得住的 最后再来试试超频 公版的功率上限最高可以拉到240W 稍微拉一拉曲线 Time Spy跑出了14476分的成绩 比原来高了1000分 频率可以超到2025M 这个超频潜力感觉一般吧 谈不上出厂灰烬 但我觉得非公版的3070 绝对还可以再超得更高一些 综上所述 这RTX3070的游戏性能 接近2080Ti 8G显存在部分的专业应用中有一定的劣势 不过好在功耗和发热方面 它还是比较节能的 尽管RTX3070这个表现 并没有达到老黄宣承然那样 打过2080Ti 但这张卡给到3899的价格还算是比较合理的 前提是你能买得到它 对吧 如果还像3080那样缺货的话 就算卖399又如何呢? 你说是吧 好了 喜欢本期节目 别忘了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